哈喽 今天继续我断舍离的话题 然后我就不露脸了 因为前几天呢 我在Facebook上的Marketplace里面 把家里面一些不需要的小家电 小家具 还有一个beam bag出掉了 所以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又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 去帮到需要的人 比较环保嘛 东西得到一个反复的使用 再一个就是家里面会感觉更干净一点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用不到了 放着也是放着 所以我今天决定把我的眼影盘 断舍离一部分 只留我会用到的 因为其实之前的时候 买了很多眼影盘 但是现在随着疫情 加上我本身就不是什么彩妆大事 所以就给大家录一个断舍离 正好清理一下 看看我哪些会真正的最终留到 先说几个评价的盘子 一个是这个NYX的眼影盘 NYX的眼影盘我肯定会除掉的 试色什么的我也跟大家讲 就没有那么适合新手吧 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好显色 再一个就是颜色都会有点太相近了 所以我并没有说那么喜欢这个盘 其实你看尽心的都没怎么用 从我没怎么用这个程度上 就知道我基本上做新鲜的两天 然后是这个盘 Neutralize 它这个亮片色都做得特别好看 我也不知道它是念Australis还是Australis Neutralize Nude Eyeshadow Palette 我觉得同样是这种开架的盘 这个盘子会比这个盘子要好用特别多 你看就这几个颜色 比较淡的颜色 可以做出非常日常的妆容 然后你偶尔想bling bling一下 你就可以加几个亮片色 非常好看 也有比较红的颜色 你也有眼线色 所以其实这个盘比这个盘要上色多了 而且很显色 就这个盘吧 你会感觉像是干掉的橡皮泥 怎么也捏不出来一个形 但这个就是新买的橡皮泥 所以我觉得这个开架会比这个要好 特别特别多 虽然是中国制造 但我觉得它很好用 然后这个我也会除掉 因为我用不到了 再说这个大盘子 这个盘子我也给大家做过一个开箱 把PR送给我的礼物 这个盘子在beauty bay上就可以买到 然后其实我挺喜欢它是包装的 外边是这种bling bling的 你看这背面超闪 这种电光镭射 闪下了我的太和金眼 然后里面是这种小卡片的 就很可爱 还有red star的这种 然后你打分的 share the love 还有贴纸这种 它的这个很闪很闪的包装 它里面配色也非常高端的那种感觉 就是黑色的 然后闪着这种雷射粉的颜色 一共是42个颜色 上面呢是一面大镜子 这边就是它的这个盘 它的盘有42颗颜色 其实当时我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用吧 好像摸过两个颜色还是 诶 我应该是没有摸任何颜色 非常清晰 而且挺适合新手的 1234567 打底的颜色是第一排base 然后这个是过度的颜色 这个是做crease的颜色 这边是眼线色 这个是亮片色 还有高光颜色 所以这一盘基本上什么都有了 然后也很好看这个盘 这个盘呢我就决定也出掉了 因为我用不到这个这么大的盘子 我觉得很适合化妆师吧 接下来是一波colourpop的盘 首先是rose这个盘 我当时买它是因为它的名字 因为我很喜欢SH 我是SH多年的中粉 看过它们眼常会签售排队 我很爱它们三支 rose这个盘吧 就是它太粉了 可以这么说吧 我不太适合粉色的眼影 大家买东西不要太跟风 我觉得我画了这么多眼妆之后吧 相对还是感觉自己比较适合 偏大地色系 比较奶茶 色比较自然挂的 会显得也没那么肿 因为我的眼睛嘛 没有很小哈 比较大一点 我每次只要画粉色的系的眼影 就会显得很肿 像被打的一样 这个呢 基本上也是没有用过 当时买来收藏来着 我觉得应该是也容易出掉的吧 这个我会出掉 接下来是这个盘 Yes please这个盘 曾经圣级一时啊 很火 夕阳盘的平替 白色的一个盘 非常简单 买这个盘还蹲守来着 当时在他们网站上买这个盘 基本上买不到 补货的那种 打开是非常好看的这种 适合夏天 橙黄色什么的 但我觉得这个盘 其实跟Huda的这个 比较类似吧 都是这种粉粉橘橘黄黄的颜色 French Kiss确实可以当一个眼线色 但是Huda这个就没有眼线色了 这个盘就有一个眼线色 我当时也是买来收藏的 你看我完全没有动过 我现在有点纠结 我要不要出掉 感觉确实是不太好买 而且我挺想留一个 Colourpop的盘的 我有可能会留着吧 有点情节吧 因为当时确实不太好买 而且现在官网上 已经没有这个盘了 这个盘非常小众 是Colourpop的Lowpeat 四个颜色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 这个盘我还是用过一阵子的 这个颜色是有点人鱼基色调的 就是浅清里带着一点闪粉的感觉 第二个颜色就是粉橘粉橘的 有点萨蒙三文鱼的颜色 第三个颜色就是 淡一点的那种肉黄色 有点浅橘的色调 拍不开出来 第四个颜色是偏深的 粉橘里带着一点枫叶红吧 这四个颜色分别是 Take it slow I owe you Running late 还有Cris Cross 我挺喜欢这个盘的 这个盘我会留下 因为我觉得它很实用 很小众 早都已经没有了 然后就是土豆泥 你看我有超级多了 七到一个嘛 还是多少钱 After Hours的盘 所以一共是27个颜色 它的高光我会留下 偶尔蓝的时候可以用一下 这些里我会留一些颜色 首先我特别喜欢这颗颜色 19年的年度爱用吧 我记得是 我好像说过 Frock这个颜色 它是这种银色里面 有点淡蓝啊 冰雪的那种闪光的颜色 亮片色我特别喜欢 然后就是这个颜色 你们看我唯一的一个 挖空了的 Waltos这个颜色 挺小众的 但是我觉得它上眼 就非常温柔 是很淡很淡的肉粉色 不会显眼睛肿 就是很自然的 可以出门那种 然后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也挺奇怪的 它上眼会显得有点肿 Bready这颜色 然后我会拿它 当腮红用 我觉得当腮红用 很好看的 透出来的那种 粉嫩的好气色 这颗我应该就 就不会用了 Truth这个颜色 我应该不会用 这个我应该会留 Twitter Patti 金粉的那种 亮片闪颜色 可以叠加在眼睛上 还挺好看的 这颗 Hunky Punky 我不会留 因为做不到打底 它跟我眼睛颜色 一模一样 就是涂到眼皮上 跟没有涂一样 Sequant当时还挺火的 Sequant我应该不会留 Sequant上我眼睛 会显得比较脏了 JF 几颗颜色 我都跟你们讲过的 你们可以去看 我的合集里面 就是鬼打枪 Truth的这个颜色 特别的酒红 就很难驾驭 你要直接上眼睛 是不行的 所以不太适合 土豆凝食质地 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 这个亮片色 我记得我挺喜欢的 这个盘是 有自己名字 After Hours这个盘 我好像把个妹子 拿出来了 我很喜欢那颗颜色 这个也挺好看的 Super Hardcore 我觉得这颗颜色 挺适合当高光的 我想一下 这个我留出来吧 Sailor其实这个颜色 也挺好看 但我觉得 Sailor跟Frog比吧 又比较低调一点 这Sailor 这个是Frog 留着Frog吧 这颗也是个 人鱼肌的颜色 你看就是粉亮粉亮的 Bubbly这个颜色 就比较偏粉 Poly和Bubbly 这两颗颜色就很像 它的颜色都好多 都特别鬼打枪 左边Poly 右边是Bubbly 但它上眼 应该都挺像的 这个是它一个 紫色的 叫Birthday Wish 很亮很闪的这个 它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 跟Frog很类似 但它的闪片 就是那种金金银银的 应该不会要了吧 因为比较多 这两个是 普通的这种 铁皮的眼影 这个就是一个 人鱼肌的颜色 当时挺火的 Command Get It 我应该不会用了吧 因为我觉得 这个还是得拿刷子去上 所以这个我应该会除掉 这个 这个当时好像是 一颗增的小的 Millie 这个我也会除掉 这个太黄了 这个上眼像孙悟空 我想起来 这我不要 我好像挺喜欢 这个I like you 的我印象中 有点黄黄的 橘橘的 我考虑一下 Bubble Bee Bubble Bee特别黄 有点很橘 这个是Bubble Bee 这个是I like you 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一个深一点橘 还有一个浅一点橘 没什么区别 这个是一个偏粉的 我印象 对 这个和Bubbly 那个颜色就有点像 Bubbly会更粉 这个偏还是橘一点 这个是Haze Haze这个颜色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它上眼特别像那种 很劣质的 Bubbie Baba的感觉 很劣质的糖霜的感觉 这个我没有 我很喜欢 Tea Party这一颗 真的好香啊 这个Tea Party 跟它其他粉粉的颜色 Tea Party和Bubbly相比 左边是Tea Party 右边是Bubbly Tea Party还是偏肉粉一点啊 唉 你看这颜色都好像 Set to Run 这个颜色跟Secret什么颜色很像 这个我一定会留下 是Amaze这个亮片色 它超好看 看稍微有点凹了 它是非常自然 非常自然的那种亮片色 就是你看着它 好像很耀眼 但其实没有 它上眼特别自然 具体也可以去看 我的试色那一个 这个我要留下 这种比较偏橘色调 我留一个就可以了吧 我会把这18个颜色除掉 具体有什么 你们可以去看我试色那个合集 然后我会留下这9颗 留下1% 颜色我都把它转过来 你们可以看一下 都是什么 我留下颜色是Frog Super Hardcore Twitter Painted Goodbye Butterfly I like you I like you Water Bready Tea Party 还有Amaze 这9颗 剩下我就都出掉了 挺好的 我觉得我留下还挺好的 接下来说这个盘 Tarte的 应该是它的二代吧 我觉得是最好看的一个 这也算是我买这种 贵架的牌子的眼影盘的第一盘 所以其实我还是跟它有感情的 但是我不想要它了 它也是有一面大镜子的 然后其实我当时用过一部分 它的盘子的味道非常好 咖啡暖暖的那种味道 就很好闻 颜色也都还算挺实用的 就是有这种比较偏日常的颜色啊 眼线色也都有 你也可以做成比较粉的颜色 就其实非常实用的 然后我当时好像是看 Emma的视频买的 当时也是刚开始看YouTube视频 所以其实跟这个盘是有感情的 那为什么想出掉呢 就是因为我用不太到 再一个就是这个品牌的原因 我不想留这个品牌的东西了 对 所以我想出掉 刚买的时候是特别喜欢的 你们看这个亮片色 还有这个粉色 我是用了一点点 虽然说用的不是很多 粉质也特别细 但就是不想留了吧 盘子也挺好看的 挺经典的一个盘 可以这么说 接下来是一盘Zoeva的 Caramel Melange 当时Sephyr一直断货的 然后它的颜色是那种 比较奶奶的 我觉得它跟Colourpop的 Yes Please比 它比较像日落的感觉 Colourpop的颜色比较像日出 刚刚把我的窗帘关上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颜色会比较准确 要不刚刚太亮了 你们能明白我的感觉吗 就是Colourpop的颜色 比较像日出 更亮堂一点 咦 我这怎么刮了一下 我刚刚还是好好的 突然刮掉了一下 然后这个盘就比较像日落的感觉 Colourpop这粉质也是绝了 这样一下就刮到了 我有点纠结 这个我要不要留 因为其实我 也是想买来收藏来着 也不贵 其实挺经典的一个盘 也许这两个我都会留 这两个都是没有镜子的 就是比较平价的盘 都没有镜子 接下来是Huda的三个小盘子 它是这种九宫格的眼影盘 都是之前的这种颜色的 一个是Colour Obsession 一个是Warm Brown Obsession 它有一个Move Obsession 这个就比较偏紫粉调的 这个是这种暖鱼暖棕调的 然后这个是比较偏珊瑚粉嫩挂的 夏天的 Huda这个小盘子的好处是 它们都有一个小镜子 这个就是比较粉紫挂 我觉得食物看起来要更深一点吧 但上眼其实差不多就这样 这个是 这个是比较珊瑚的盘 首先我一定会出掉的是 这个粉紫挂的 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想要一个粉紫的 就有一阵 对这种粉紫色系很迷恋 但后来我发现 就跟穿衣服一样吧 你可能也会买到一些 不太适合自己的衣服 最终才会找到 比较适合自己的风格 那其实炎炎也是 买半天到最后发现 不是很适合自己 所以这个我肯定会先出掉的 太粉太紫了 我驾驭不了 然后就是这两盘 既然断手离就留一个吧 就是这个盘呢 它没有眼线色 但是很青春很少女 包括这个黄 能和这种橘棕色 有一个很好的呼应 这个粉也挺好看的 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艳的粉 你当做腮红也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橘棕呢 我就会觉得相对更日常一丢丢吧 而且它有高光 这种提亮色和眼线色 那其实你要是不考虑上眼的话 单独看 我是觉得这个颜色更好看的 它更少女一点 更青春一点 那就这个吧 我留了这个 剩下几个盘 我都不想出 但是我就拿过来说一下吧 正好也整理一下 首先是两个CT的盘 这两盘算是我点距离比较高的视频了 这两盘我都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就是接触了NARS的眼影和CT的眼影之后 对其他的都没有说那么感冒了 反正我现在是比较喜欢CT这两盘 看这个用最熬的是我最喜欢的 Exaggerize这个盘 上眼真的非常的大气 又很百搭 任何妆容都可以 会显得你整个人很贵 穿的衣服都很有品位的那种感觉 我超爱这个盘 然后就是这个Pilotalk Pilotalk这个盘大家都知道吧 它会更火嘛 就比较偏粉一点的那种 上眼也很温柔 但是随着用的时间越来越久 真的越来越喜欢一个 Exaggerize这个盘 E这个盘嘛 你买了之后 真的我觉得是最百搭 最百搭的 然后这个更偏温柔少女一点点 这个就是更大气百搭 其实也很温柔 但我真的会更喜欢这个盘 这个盘也很美 这盘盘我都很爱 我会毋庸置疑留着的 然后是NARS的盘 NARS的盘 首先我当时买了一个 Wanted的一个 mini wanted的小的 因为我错过了 Narsist这个Wanted的大盘嘛 然后当时出这个 mini wanted的时候 我就买了 我没有想到收到 它那么小 你看就小到手掌就可以戴 就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搞笑 但是其实这个盘嘛 超使用的 就是刨除掉这两个 大的亮片粉 橘粉亮粉来说呢 左边这四个的效果 真的是无敌了 然后就跟CT 刚刚的那个 Exaggerize的感觉 是很类似的 它上眼效果很类似 就是很大气的感觉 它左边的这四颗 跟CT的这个 其实上眼出来的效果 是无限接近的 只不过这个是比较偏 棕的颜色 然后这个有点肉粉棕的颜色吧 所以这两个盘 都是我出去 短期的小旅游啊 就是我们出去玩几天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戴 又好用 又百搭 又超好看 就你没戴 眼影刷都是可以上眼 随便一抹 好看的那种 我觉得它这个亮片 这个颜色 会比CT的这个亮片色 要更湿漉漉一点 CT这个相对 你看就会更容易结块 眼皮上会有油脂嘛 你得刮一刮什么 但这个就不会 就它感觉 出来效果更湿漉漉 很好看 这颗亮片色叫 Shooting Star 真的这颗颜色 像它的名字一样 Shooting Shining Shining 很傻 买了这个 其实我就很喜欢了嘛 结果没想到过了一阵 它的这个Wanted 居然时隔 时隔了快两年吧 还是一年吧 复刻了 然后我就买来收藏了 不想让自己有遗憾 它是用马赛克的感觉 然后打开 它比这个Wanted 的mini盘来讲 你看 就像是宝宝和妈妈一样 小一些 我记得我都有做过测评吧 可以去看 那它多了眼线色 相对深一点的颜色 多了一颗 然后这种打底色 也多了一颗 这两个粉台取了其一 然后它少了 青绿色的一颗亮片色 就这个 可是它上眼呢 没有说是很青很绿 或者很突兀 就是金金的 带一点那种 显得绿绿的光的感觉 也很好看 它上眼是很好看 这个我肯定会留着 我会收藏的 Deep Skin这个盘 这个盘我也超喜欢 黑金的 也是一个限定 当时买不到Wanted的时候 这个限定出来了 然后我又很喜欢 这个配色 我就录了 我看有一些博主 说不喜欢 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 这个具体的 可以去看我的一个 眼影失色 记得我做过这个盘的测评 它的眼线色 相对会多一点 比较深调的多一点 能够给你塑造出一个 比较偏大地的一个妆容吧 是很喜欢的 虽然 我不是说非常厉害的那种 可以把眼妆画得 很干净很漂亮 做不到人家过度啊 晕染那么自然 但我觉得这一盘真的非常百搭 虽然我也不会扫阴影 但我就是觉得 这盘很百搭 然后很好看 而且配色也很高 质感也很好 也有一面大镜子 所以这个我也会留着 然后是Huda Beauty的一个大盘 这个Nude这个盘 这个盘也是当时一出来 就打中了我的心 虽然它是偏粉调挂的 但是我不会除它 因为我觉得它超美 而且它塑造的那种 所谓湿漏的大亮片色吧 看这镜子我都没有拆掉 没有结膜 它的颜色也是这种 粉紫色调的 粉粉紫紫的 但是它有这种 但其实你看这几颗大亮片色吧 它上眼也是就特粉的那种 所以也不是很好驾驭 但是就是架不住它很好看 而且很温柔 我觉得就是一个放大版 Move这个颜色 Move的颜色就会感觉更粉 然后更深一点 Huda这个盘呢就是Nude 肉一点更奶一点 说白了还是偏粉调啊 紫调的一个盘 打底的一个色 它是可以通过这颗 这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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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是做出一个比较温柔挂的 一个眼妆 然后这几个就是比较偏紫调的 party去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它也做不出那种大地色的眼妆 它还是很美 不妨碍我很爱它 就是这个我肯定会留着的 小的几颗眼影 我就拿出来单独说一下吧 一个是NARS这个盘 苏莎巴亚这个盘 也算小网红吧 然后一开始没有那么喜欢它 但后来我就越来越喜欢 它就只有两颗 但这个颜色配的挺好看的 这个是比较偏 踪踪的 有点小闪片 然后这个有点红掉 红踪的一颗 就相对上也会比较深 就可以以这个为主要的底色 然后这个可以稍微加深一下 眼妆会比较浓郁 又很好看 你稍微手轻一点 倒是也不会过分浓郁吧 就是不会觉得整个的妆容 过分的妖艳那种 上班通勤挺适合的 然后如果你要是 不用这个颜色 就只用这颗颜色 打造的眼妆就会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刷子上一层 颜色就OK了 挺简单的 我觉得Swebite这个盘 还挺妙的 这个小盘子我会留着的 然后是Mac 我有几颗单色 首先这个是Omega 我连看都不用看了 这个就是鼻影色嘛 百大万能神奇 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完吧 这两颗 这个我首先就非常喜欢 这个应该是Sover 对 这颗就是Sover 它就是上眼非常的清透 像是裸妆一样 若有四无的 但是它不会像 Colourpop几个那种 看着好像也能达到同样效果的 比较鸡肋 这个真的是有用的 你上眼就会觉得非常心机 颜色是那种淡淡的 加深眼窝 然后还有一丁丁丁点 像皮肤透出来的那种 光泽一样的小亮片 非常的好看 很百搭 我很喜欢这颗 这颗是稍微重一点点 Rump这个颜色 也是比较偏棕挂的 也相对比较百搭 但是会比这个要重一丢丢 这个就很心机 心机到不行的那种 然后这个我肯定也会留着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首先看我还留着的 这么看也留着不少 但是已经少非常多了 先说Colourpop的吧 Colourpop我一共留了 九颗单色 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刚刚大家也看过了 就是比较偏亮片色 还有比较百搭的神的 这种的颜色 肉粉色的 然后Lowkey这个盘我留下来 因为我觉得它其实还是挺好看 挺简单的 虽然这个盘一共就四个颜色 这个也不是很轻 有点沉甸甸的 但是我挺喜欢这个配色的 Yes, please 这个盘呢 Caramel Lounge Zoiva这个 因为这个也算是一个 时代的类吧 当时也挺难买的 所以我会留下 看着就开心系列吧 也不贵 我觉得出也出不了什么价吧 NARS的盘 Deep Skin Wanted大盘 Wanted的迷你盘 还有这个双色的苏莱巴亚 我都会留下 因为都很好用 CT两个盘我也会留 三个Mac 永远百搭 然后Huda Beauty 我就留一个 Warm Obsession 还有一个Nude的大盘 这都比较经典了 那出掉的盘 其实仔细看一下 都是大同小异的 首先是比较开价的盘 我都出掉了 因为我也用不到 用很大 其实是性价比很高的 Origin这个 觉得很适合那种 抗症师啊 很厉害 颜色特别多 又给你搭好了 Neutralize Australis 超好用 真的超好用 去买它 Benix这个要 好用太多了 真的碾压它 所以这我肯定是出掉的 ColourPop这个She Rose这个盘 我就出掉了 因为就粉紫色嘛 你看我出掉的盘 就粉紫色 我会把这18个 ColourPop的都出掉 QDA这两个小盘子 我也出掉了 一个也是这种粉紫色调的 一个是Colour 比较珊瑚的少女的颜色 Tarte这个盘 虽然是我入坑的一个盘吧 但是我就不想要了 好了 这就是我的一个 眼影盘的断舌梨 我最近可能还会出掉 一部分 我很久之前买的耳环 这个我就不做视频了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剩下的耳环 还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会出掉一小部分 好了 那么这一期的内容 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觉出完了之后 变得很干净 其实留下的也不少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 让东西都能物尽其用吧 把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呢 环保再利用 因为国内咸鱼 其实更方便了 对不对 大家就可以让这些资源 无限的去循环起来 好吧 也让他们能够 有自己发光发热的舞台 那这一期不露脸的视频 就到这边结束了 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 支持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